内塔尼亚胡称 以色列正面临七线作战 并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他们真的能以一己之力同时打翻七个对手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章谱论评 要是同时打七个的话 能也不能 咱们先看看内塔尼亚胡他所说的七线作战 比如说有哈马斯 约旦河边的杰哈德 红海那边的胡塞武装 潜在的叙利亚 伊拉克 再加上最主要对手伊朗什么的 这要算起来还真是不少 咱们再说历史上 以色列是真够可以的 同时是打翻过五个 应该1967年6月5号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突然就用191架飞机对五个阿拉伯国家的25个基地 实施了突然的打击 摧毁了451架作战飞机 这就成了一个经典战地 军事上呢 以色列现在肯定是一强独大嘛 背后是美国在对它的支撑嘛 俩人捆在一起 谁能够敌得了啊 况且中东现在是一盘斩杀 它再也不可能出现一致对外的那种反以的中东战争 咱们就说现在以色列空中力量一块吧 你就说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还有那么一些飞机可以打打仗 但是也是聊胜于无 而且以色列呢 现在已经装备了F35这五代机 完全是碾压性的优势啊 当年的中东战争 大家好歹说也算是空中力量旗鼓相当吧 略有差异吧 那也不至于跨带的碾压 现在是不一样了 现在真能做到啊 以色列是想打谁就打谁 内塔尼亚胡所说的这个七线作战取胜呢 那也确实是有他们军事上的地气 但是呢 它也有很大的要制造声势的成分 现在的形势啊 它和当年的中东战争啊 它不太一样了 这不是当年的硬碰硬 而是正在变成消耗战持久战 而且你说这个取胜 那这个打起消耗战和持久战以后啊 那到底什么叫做取胜 这个定义啊 也就变得很模糊 以前的中东战争呢 以色列和美国在政治上的压力还没有现在这么大 现在国际政治压力虽然不会说对以色列产生什么太大的作用 而且有美国在 以色列根本就不把这个当回事 联合国都不理你这一套了嘛 它不把这个政治压力呢 但是这些压力呢 它会逐步的潜移默化的转换成 中东国家对反义阵营的直接支持 从军事上来说 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第三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是一个打倒了五个 这个呢 只是一次具体作战的战国 但是你现在不同了 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同时把这七个对手都打死 你再不说别的啊 你看这个已经被完全包饺子很久的加沙地带 以色列它也没有完全消灭哈马斯 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 以色列呢 拿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 而最致命的是呢 以色列的经济能力 你别说支持七个战线了 就是在一两个方向 它都支撑不住长久持续的消耗 所以说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以色列说能够七线取胜 这个话呢 说的是有点大了 这说到底呀 内塔尼亚胡呢 它这么说就是要把动静 把这话说的比较大一些 动静大一些 比较刺激一些 那就是为了要向美国要坚定的支持 要军事支持和经济上的输血 你要说以色列 它真的能靠一己之力 把这七个对手全部干掉话 但你还跑到美国要援助干什么呢